在了解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是一条直线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 我们怎么样画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 既然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是一条直线 那么画一条直线我们最少需要几个点 事实上画一条直线我们只需要两个点 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两个点给连接起来 就可以找到这条直线 所以我们在找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之前 我们通常都只要找两个点 就可以把这个图形给画出来 那我们以第一体为例 他说画出二元一次方程式s加2y等于3的图形 那我们要找出两组的xy 首先我就定习等于1 那s等于1带进去就会变成1加2y 会等于3 然后我们把1移向过去 所以2y就会等于3减1 那3减1是2 所以2y就会等于2 除过去y就会等于1 然后我们算出y等于1以后 就可以得到1点 x是1的时候 y是1 所以写成11 前面这里是写x 后面这里是写y 好 再来我们另x等于3看看好了 x等于3带进去 所以就会变成3加2y等于3 那我们把3移向过去 所以2y就会等于3减3 所以3移向过去变减3 所以0 因此y就会等于0 所以x等于3的时候 y等于0 所以我们就找到第二点30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点11跟30 画在图面上 那我们接着要去把他的图形画出来 他是一个穿过11跟30的直线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这个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x加2y等于3 这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 以上就是画二元一次方程式图形的做法 找两个点 然后标在直角做法屁面上 然后把他连接起来 就是他的图形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他说画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3s-2y等于1的图形 一样我们要去找出两个点来 那我们一样 首先就令x等于1 这个是可以随便我们令的 那么s等于1带入进去这个式子 3s就会变成3 3乘以1 -2y照超等于1照超 一向过去-2y 就会等于1-3 1-3是-2 所以除过去y就会等于1 因此我们知道 s等于1的时候y等于1 所以就找到11 那我们就把11这个点给画出来 接着我们可以令x等于2 s等于2带进去的时候 3乘以2 326 减掉2y等于1照超 这2带进去326 好6一向过去 所以-2y就会等于1-6 也就是-5 把-2除过去 所以y就会等于5分之2 那我就知道这一点 x坐标是2 然后y坐标是5分之2 所以我就把5分之2也标出来 那这两点画出来以后 这个方程式3s-2y-1的图形 会穿过这两点的直线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条连接起来 因此这条直线就是3s-2y等于1的图形 就是这一条直线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三体 画出方程式y等于5的- 那在这个方程式里面 你们要发现没有x 只有一个y等于5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不管x是多少 y都是5 那既然这样子那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就随便定两个x 比方讲x等于1的时候 y是5 那x等于4的时候 y也是5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出 1 5跟4 5这两个点 那么因此我们把1 5跟4 5标出来 1 5 4 5 发现呢 把它连接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条线 它是水平的 那为什么它是水平的呢 水平的这一条线 这上面所有的点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y坐标都是5 因此它的方程式当然就是y等于5 因为所有在这一条直线上面的点 它的y坐标都是5 所以我们可以讲 y等于5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把所有y坐标等于5的点 全部收集起来 那当然就是这一条水平线 只要在这条线上的 它的y坐标都是5 再来我们看第四题 画出方程是s等于3的解 那你会发现刚刚是y等于5 现在是s等于3 那我们来看 s等于3是什么意思 对y没有任何限制 换句话说 y不管是什么 x都是3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里x一定是3 那y就随便我们订了 那我们可以订什么 我们可以订1 2 随便你 那么因此我们就找出两点 一个就是31 跟32 好 我们把这两点画出来 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x等于3的图形 那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一条牵直线 为什么它是一条牵直线 因为在这一条线上所有的点 它的s坐标都是3 31 32 33 它s坐标都是3 因此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就是s等于3 颠倒过来讲 只要是x坐标是3的点 全部都落在这一条直线上 所以以后我们遇到这种图形 画x等于3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 它一定是牵直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它的s坐标才会都一样 那我们把刚刚这两个 稍微整理一下 y等于多少 那就代表它的水平线 y等于1 y等于2 y等于3 y等于4 y等于5 y等于-1 y等于-2 y等于-3 y等于-4 大概它的图形就是水平的 那x等于多少的话 它是牵直的 x等于1 s等于2 s等于3 s等于4 s等于-1 -2 -3 -4 所以 y等于多少是水平 x等于多少是垂直的 牵直的 好 从上面2元一次方程式图形的画法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 第一个 一般的2元一次方程式 什么叫一般 就是它同时含有位置数x 跟位置数y的 这样的一个2元一次方程式 它图形的做法 我们只要找到两组方程式的解 然后把它画成点坐标 画在直角坐标平面上连接起来 它的图形就做完了 那如果子含有x的方程式 比方讲x等于3 那代表只有限制住x的子 那y可以是正义数 那么因此画出来是牵直线 这是x轴 那y轴 这一条就是x等于1 x等于2 x等于3 x等于4 这是x等于-1 x等于-2 x等于-3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第三个呢 子含有y的方程式 代表只限制住y的子 x可以是正义数 比方讲y等于5 这是直角坐标平面 xy 那这里是y等于1 y等于2 y等于3 那这里就是y等于-1 y等于-2 y等于-3 所以它都是一条水平线 那么因此一般的找两组解 那么只含有x的 它是牵直线一条一条一条 只含有y的 它是水平线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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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记住这三个结论 那么话读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就很容易 哭 词 们 没